他就是赵局 M151晋升器 M151晋升器 M151是专门给囚犯带的晋升器 只要你带上后 不管怎么喊 也不会发出一点声音 而且也是个电子狗圈 电子狗圈 还挺形象的 这只是个戏程 M151只要超出范围内 就会有百秒倒计时的时间 时间一到就会爆炸 这么不人道 不人道 他就是用声音杀人的 想要用这种办法困住他 那要是万一被他逃脱了怎么办 除非重新连上信号 不然他必死无疑 赵局 我带孩子们来看你了 他们就是齐天和宇文的孩子 齐天和宇文的孩子 因此外的许多长 中文的孩子 曾经的家理 选择 遇到他的孩子 强烈而宇文的孩子 那是个心思 叫 家族 以许多长 看来你不仅需要晋升器 而且还需要军数服务 老师 我想看一下他的病毒报告 可以 在这儿 谢谢 老师 他为什么开枪打我紧 杀人秘克 第一个发现凶手是他的 正是你姐亲他 如果没有他 他控制的心理暗示杀人案 恐怕不止上百期这么简单 不止一百期 我以为 那已经是他心理承受的极限了 恐怕是冰山一角 不过你们的调查重点 都放在他的身上 我想你们的案件很难推进 毕竟他关在这里二十多年了 没有任何与外界焦虑的机会 我相信那些数字绝对不是巧 我也觉得是 不如这样 我出去把其他报告拿给你们 你们等我一下 这是最后鉴定赵爵 患有非控制性精神障碍的专家名单 你看 你看 许教授 就是那个许教授 没错 如果当年没有这个鉴定书的话 相信赵爵一定会判死刑 而且 我怀疑他根本就没有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